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2年6月13日 星期一 這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跟進香港疫情的最新情況 專家預告估計近7月1日的確診數字有機會反彈上四位數 但專家同時判斷這個屬不屬於第六波 情況如何 這一節和各位一起跟進一下 另一邊也說說香港各大最新消息 據了解 明天最快就是珍寶海鮮房離開香港的日子 情況如何 不少市民都表示是不捨 和各位一起跟進一下 說下去之前 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網友記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最新報道 何柏良說 現在並非第六波 無需收緊防疫措施 報道的內文是錦隔本說 昨天新增814宗確診 懷疑新變種病毒株的國安增加多16宗 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 在今早上電台節目表示 現時仍然流行Omicron病毒和它的分支 即使確診個案增加 目前並非處於第六波 他有預料 臨近7月1日 確診個案 或增加到4位數 甚至高達2,000宗至3,000宗 但按目前的接種疫苗進度推算 到時已打三針的人士 估計已超過7成 相信仍屬可控 無需收緊現行的防疫措施 何柏良在商台再晴朗一天出發節目上表示 因為現在仍然流行Omicron病毒和它的分支 爆發病毒並非轉向明顯轉變 所以並非進入了第六波疫情 他提到 本港第五波最嚴重的時間 屬於BA.2 亦有一定比例是BA.2.2 近日較為關注是BA.2.1 2.1 亦只是新的變種病毒株 因為它的變異會對抗體逃入帶來影響 但他指 目前有約100個國家已經解除所有防疫措施 可以留意歐美的情況 藉此檢視本港將來有沒有機會爆發第六波 他強調 現在的疫情走勢並非看新增個案的多寡 而是確診危態和嚴重的個案數字 如果疫苗接種足夠 市民就不用擔心 他說 整體而言 全港有640萬人已經打了兩針 佔合資格的人口九成 已經打三針的人有411萬 佔整體六成 他建議 香港政府應該加大力度宣傳 鼓勵未打針的人士儘快接種 他預料 近日的個案徘徊在700至800宗 相信臨近7月1日 確診個案很大機會增加到4位數字 甚至高達2000至3000宗 他說 按現時打針的進度推算 估計到時已經打了三針的人士超越七成 相信本港有能力應付後疫苗浪 即第五波的魚波 他又提到 由於現在已經實施疫苗通行證 未完成打針人士不可以進入高風險的場所 所以即使確診個案有所上升 亦無需收緊現行的防疫措施 因為現在仍然屬於可控的情況 何柏梁就預料 臨近7月1日 有機會那個個案大幅回升反彈 去到4位數字 甚至高達2000宗至3000宗 不過他強調這個並非第六波 有機會是第五波的魚波 主要取決於香港會否流行一個更新的變種病毒 但怎樣說都好 各位老友記記得保持社交距離戴好口罩 始終這個病毒若然老人家老友記感染到就不是說得少 另一則消息 根據HK01的報導有關珍寶海鮮房 估計最快明天6月14日離開香港 90年代日載40團的旅客船家就說可以說是提早退休 報道的來文是錦隔停業兩年的香港仔珍寶海鮮房 最快將會在明天6月14日遷離香港 離別再職 今早6月13日已經有市民專程拍照留念 有從來未光顧珍寶海鮮房的市民 講於上班之前突然前來告別珍寶海鮮房 認為本港將會失去具有特色的旅遊景點 有幾十年來每日風雨不改 接載旅客來回珍寶海鮮房的船家 就表示考慮和珍寶海鮮房明天一起退休 並坦然對此感到傷心 就說一定我對他幾十年了 珍寶海鮮房將會在明天遷離香港 今早有幾名市民專程到黃竹坑拍照留念 甚至坐上三板近距離與珍寶海鮮房告別 從事超過二十年三板接載生意的黃先生 見證珍寶海鮮房整個興衰 他憶述過去專門接載歐美和日本的旅行團到珍寶海鮮房 九十年代高峰期間每日可以接載三十至四十團 他就說除了脾肺賺到萬多元很開心 養到家也養到自己 不過新冠疫情爆發後 本港實施封關後再沒有外地遊客 黃先生都只能改為接載本地旅客 問到珍寶海鮮房千里會否感到傷心 他就說一定我對他幾十年 並認為本港旅遊業失去珍寶海鮮房將會大為失色 賴以維生的船家也難以生存 他透露考慮明天與珍寶海鮮房一同退休 就說沒辦法提早退休做得多少得多少 從未光顧過珍寶海鮮房的楊先生 在得知珍寶海鮮房將會被拖離香港的消息過後 今早突然在上班前到黃竹坑拍照留念 他坦然在香港生活幾十年雖然未踏足珍寶海鮮房 但對香港將會失去珍寶海鮮房 是感到遺憾和可惜的 他說今晚下班後就會再來 和朋友坐山板和珍寶海鮮房告別 他說快點來拍照留念一下 希望將來珍寶海鮮房會回來香港 楊先生又指香港有歷史的餐廳所剩無幾 例如沙田明星海鮮房搬上岸邊後失去特色 認為珍寶海鮮房值得保留 問到為何一直沒有光顧珍寶海鮮房 他就解釋曾經聽說珍寶的收費價昂貴 加上未能和朋友相約 他就說那座野在這裡是不會珍惜的 覺得幾時都來到有機會再來吃飯 但當座野沒有時間你才會學會珍惜 有傳將會在今個星期拖離本港的珍寶海鮮房 他的目的地可能是內地或東南亞 不過公司一直未有證實 只會透露會在月中排照到期之前啟行 令人不勝唏噓尤其是在這個時間 被拖離香港一個曾經具有香港特色的旅遊景點 彷彿有所暗示 怎樣說都好 希望珍寶海鮮房能夠朝向他的目的地 亦希望他朝一天能夠光榮回歸回來 香港繼續服務我們的香港人和食客 令編商和港味網友跟進另一宗消息 根據HK01的報導 剛得道兩死的工商 聯邦花園釣船超過20樓以上墮下 兩位工人當場死亡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今天6月13日早11點29分 剛得道41號聯邦花園倫敦國 發生奪命工業意外 一架釣船在二十多層樓墮下 兩位工人隨著釣船墮地雙重死亡 現場所見大廈外牆是系著釣船的鋼纜斷裂 釣船就墮地爛如廢鐵一分為二 警員在天台調查發現一組釣架彎曲和鋼纜裂開 而勞工署已經派完到場展開調查 根據讀者的照片可見 工人在準備搭棚工程的 大廈對開停泊一架搭棚工程的車輪 雕船墮落點位於一架黑色私家車的旁邊 零件和繩索是四散的 兩名男工人倒地昏迷 其中一人水鞋脫脫 另一人被雜物壓住地上大灘血跡 一名外籍的住客表示 事發時突然聽到巨響 然後發現釣船墮落大廈對開空地 地上倒臥兩名工人 懸死者安息 兩位工人應該剛準備搭棚 不知道釣船發生了什麼的一回事 在二十多樓直墮地面 兩位工人不治 多謝各位 尤其是願意看廣告來支持礦仔的老友記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